我其实受访很少去点名谁 如果说以后讲到黄珊珊 我是不客气的 是谁干掉了高宏安 是谁害死了今天民众党的未来 是黄珊珊啊 因为蓝白尔破局就是凶手嘛 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就是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一个党主席签下的东西 为什么总干事可以来推翻 那你现在用技术性的干扰 那我要求跟党主席本人通话 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说 就当天半夜给我的感觉是 黄珊珊跟她委托了两位民调专家 他们是不希望把这件事情谈好 其实国民党也有争论的空间 但是国民党就不争 为了大局 可是到了一半她发现不对了 她不是要争而已 她是要翻桌 她也不希望国民党重新执政 因为一执政就恢复特征组了 就是吵她哥哥的案子了 你觉得整个利益的这个结构里面 他让他破局当时他们的心态是不是就是有一群人 早在柯文哲要进去之前他们就是极力想让他破局 而这个力量到最后就是推翻了这个结果 然后所以之后有很多粗暴言论 包括对您本身的误解 我必须公平的讲 不只在民众党内 国民党内也有 但国民党内侯友宜震得住 所以侯友宜至少要愿意跟民众党合作 这点侯市长展现出他的大度跟大气 但是我必须承认国民党内也有这样的人 只是民众党更激烈 我都跟你讲那天民调会议嘛 民调会议是我主持的 那我是所谓的中立第三方 我是代表马前总统 当天晚上国民党的推派的三个专家 跟民众党的推派的三个专家和谈的时候 到最后僵局的时候 我不得不进来说 那我们打电话给柯文哲主席确认 结果民众党代表就是那个官总经理 他拒绝 他说你要通电话 你只能跟黄珊珊通电话 那我拒绝 我说对不起 因为当天在里面谈六点协议的是柯主席本人 不是黄珊珊 那时候她是什么 总干事 对总干事 不是黄珊珊总干事 我拒绝跟她通话 她说那不行 因为她显然是 她打电话多次请示黄珊珊 所以我当时跟我们同事转头就说 我看不太妙 好像黄珊珊反对 所以这个讲好的六点协议大概就会有问题 我都是给你还原当天半夜的情况 那我们开到半夜三点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很疲惫 疲惫是小事 我觉得 很怪 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就是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一个党主席签下来的东西 为什么总干事可以来推翻 那你现在用技术性的干扰 那我要求跟党主席本人通话 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说就当天半夜给我的感觉是 黄珊珊跟她委托了两位民调专家 他们是不希望把这件事情谈好 我可以直白讲 他们就是来翻桌子的 我个人是这种感受 他的态度在现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态度 就这个不行那个不要 就是首先对国民党有利的民调全部排除 他们就直接讲 对 没有办法沟通 他们就是用各种专业的术语 但是当然 可是国民党也有专家 但是当然 我觉得国民党的态度是比较 以大局为重 因为当时 我们讲白话文好了 六点协议签了之后 包含朱立伦主席 侯友宇市长 还有包含我 马总统 我们都认为说 柯主席愿意让了 讲让是讲直白一点 就是说他愿意当副总统 所以他才会来签字 既然人家都愿意让 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大度一点 所以当时国民党 给我的感觉是 他们希望说 大家以和为贵 大局为重 你民众党有意见 我们就尽量让你 所以当下你们的感觉是 他们其实只是想要在面子上好看一点 其实想要在整个的数字上好看一点 让和可以好看一点 其实当时国民党推带的代表 庄伯仲教授 文娜大学新闻系的庄伯仲教授 我是我的好朋友 他社会也做了很多说明 那其实就民调专业来讲的话 民众党提的一些并不合理 比如说他说把一个 什么权势化的全部删掉 或是他认为 只要有部分他认为有疑虑也全部删掉 其实国民党也有争论的空间 但是国民党就不争 为了大局 可是到了一半他发现不对了 他不是要争而已 他是要翻桌 所以他们当下不只是 就是说翻桌有两个方向翻桌 第一个想翻盘 也就是说柯当政的 第二个翻桌就是我整个都不要 只要柯不能当政我就翻掉 我觉得是你讲的这个 所以其实这两个 其实他的目标很明确 柯不能当政他就要翻掉 所以我后来也跟民众党代表讲说 那这样好了 那你们要签字 就是说把你们现在的态度 至少我们明天早上10点 我要开记者会对国人交代 你们就签字吧 他打电话请示黄珊珊之后 他也拒绝签字 结果黄珊珊回去跟柯文哲讲说 我签字他们的人生自由 不让他们出去 所以这个 所以限制人生自由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签字 我说你们都来开会 你不签字 我怎么跟国人交代 你们有来开会 你们表达你们意见 你们写上去 你比如说民众党坚持 要怎样这样 你们为自己负责 我觉得我讲的很合理 可是他们拒绝签字 然后回去就说 是萧续成 萧续控制人生 把他们关在马英九基金会 对 然后据说柯主席 还一度来相信 波兰大怒 对 当然后来他来我妈妈的零钱 我就知道他应该是 想一想之后知道不可能 所以柯文哲是个聪明的人 他知道怎么回事 可是他的团队就这样子 所以当下其实执行长是被抹黑的 我也不在乎 只是我只是觉得是说 我觉得政治这个事情是严肃的事情 特别是这天 这个选举有关于两岸的未来 有关于台湾的前途 那我很清楚知道 如果蓝白不合 中央民国的未来很危险 所以这些你们都能忍 所以我能忍 所以就算你 中间有一度 你讲的那个我也不想再讲 就是有人去抹红我 说我去什么大陆 什么什么接受警示 会来推动蓝白盒 这个有没有尝试啊 我为什么要去接受谁的 只是推动蓝白盒 推动蓝白盒就是为了国民党赢嘛 推动国民党赢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我要接受谁的指示 推动国民党赢 有点脑袋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没有尝试的这样的政治攻击 对我来讲 只要能够推动大局 能够蓝白盒成功的话 我是不在乎 我是真的很可惜 到最后峰回路转 但是你们的好意跟善意 其实他们是纯粹的恶意 那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 很巨大的差距啊 因为如果这些人就是来翻桌 然后又不想担上翻桌的锅 还把锅往里面推 那从一开始签订完之后 回去再来的时候 专家再来的时候 他们就不是在讨论科学的啊 不是在讨论学术 他是在跟你搞政治翻桌秀 那所以这样的业力回向到后来 就是形成军乐会谈的那一个态度 对对对 所以我跟你说 我后来如果就是 我其实受访很少去点名谁 如果说以后讲到黄珊珊 我是不客气的 因为我是觉得 就你的感觉 做政治的人 人家你的老板 你的党主席都已经签字同意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这样搞 而且你搞的结果是害了中华民国 是 然后你让国民党跟民众党 即使是加起来过半 到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发挥什么作用 还是被一个宪法法庭就卡住了 所以我只是觉得很悲观 然后现在民众党跟国民党又各行其事 现在民众党也 现在也是遇到这么多状况 那国民党也 也没有办法跟他们展开什么合作 那请问你 未来的2026年的宪政党选举 要怎么谈 2028年的总统选举 现在难道不应该谈吗 诶 国亲两党在2002年就谈了 是 但2004年还是挂了 那是因为两颗子弹嘛 但是至少人家是2002年就开始准备了 至少合了之后一直都是散风 那你现在2024 距离2028还有4年 你难道不应该开始就开始想 应该怎么处理下次总统选举吗 因为下次总统选举 柯文哲还是有门票啊 你以为国民党 国民党支持者其实也要想清楚 你以为把柯文哲骂死跟打死 他就没有门票了吗 他还是有一张门票在啊 但我一个疑问是说 刚才我们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分层的状况 柯文对柯文哲来讲 就您从这个六点声明 就是在马办的会议 一直到军院的那个感觉 等一下军院我们再来讨论 但是从六点声明的那个当下 在马办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是柯文哲 一直到他隔天接电话的时候 都还是觉得 他觉得不合 中华民国家完蛋 这场选举就没希望了 柯文哲的神志很亲民 是判断也正确 好那刚好我们引出黄珊珊这个角色 黄珊珊就是要让他破局 从这个前后逻辑推敲很清楚 OK 那可是民众党的知识 有些是相信 其实就是因为合才 害他们变第三 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做二望一的 这个科学会说话嘛 后来很多数据都公布了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个点是 我不知道这个指定长怎么看啊 黄珊珊就是利用这样的情绪 把他加以提存 变成他的政治博弈的资本 那他的结果就是 第一个他拿到了部分区 第二个他在这个场合当中 今天查出这么多奇怪的账 虽然他们等一下的回应跟进的时候 我认为没有办法解决什么事情 因为会计师端木正不出席 签证的会计师都不出席了 那这账能说明什么 我是没有什么 等一下我们晚一点会稍微演一点点时间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他们怎么回应 但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图谋 等于说 挑明一件事我只要短期利益 我不要任何长期利益 而且我对于这整个事情 我就割了再走了 这个 黄珊珊在竞选竞选团队 这个所谓这些赵木的事情 我就不评论了 因为毕竟他等一下开记者会 我也没有 我也不是解调单位 我也没有办法去分辨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在政治决定上来讲 他把党主席签的六点协议给推翻 这点我是万万的不能认同 那另外当然很多的传言 是说因为他的兄长 是那个前见国造的负责人 对 黄曙光 当时国民党赵沙康先生等人说 一旦国民党重新执政 要恢复特征组 来办这个相关的案子 前见国造就是其中一个案子 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说 这也是未来 这为什么他反对 蓝白河的一个原因 但是话说回来 那是不是他也不希望 国民党重新执政 因为一执政就恢复特征组了 就是朝南哥哥的案子了 对 这很多人在讲 那当然 我们有观察到一点 就是柯主席是 其实比国民党还要早 提出来说要恢复特征组 可是在第一场政见 总统的政见会之后 他就变了 他就说他反对成立特征组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 华珊珊可能也有点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领导人跟他的 跟他的团队跟他的幕僚 跟他的亲信 我觉得 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一些 做一些见证 我觉得要从很多事情上 所以我觉得 柯主席面对这次的危机 我当然很希望 作为同样都是在野党 而且他又是在野党的领袖 我很希望他能够说清楚 能够走过这个关卡 然后跟国民党能够在 未来的立方选举跟总统选举 继续合作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